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忆 而这1100个数字我们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并不会给它分组 我们是一整屏出来 中间没有分割 记忆完毕之后 我们现场会把这100组数字随机地打乱它们的顺序 我们把这100组数字随机打乱以后 输入到这100部手机里 生成这个手机的虚拟号码 我们的评委从这100部手机里随便挑三部手机 刘敏 他要记住这三个手机是哪三组11个数输入金 你只要能够有两个答案是正确的 而且现场能够拨通这两部手机 我们就算挑战成功 他只有一次机会吗 这1100个数字现在已经输入到系统了 挑战开始 人类的记忆 三十分钟之内 你百分之四十已经忘记了 到了一个小时 你百分之六十的都忘记了 所以他的挑战是非常困难的 看的过程当中开头还好 但是到了中后顾的时候 感觉眼睛会特别的干 感觉整个的屏幕上的数字都在跳 都在动 请一号手机导入四十九组号码 请二号手机导入十三组号码 有请三位评委分别为我们选一部手机 三十八号 三十三号 七十八 七十八号手机 请将四十三号手机 三十八号手机和七十八号手机 对应的那十一位数字写在我们的答题卡上 主持人 我已作答完毕 哪一位想率先接到电话 七十八 好 孙杨的这一部七十八号手机能否接通 没有此电话对应的数据 这个意味着号码错误 太遗憾了 但是我们的挑战者还剩下最后两次挑战期 四十三号手机 四十三号手机成功接通 我们来看一下刘敏给出的答案 三十八号手机对应的十一位数字是 保战成功